入口綠燈,這時內側一輛救護車 鳴笛準備左轉,結果下一秒 晃得一聲紅牌重機騰空迴旋翻 騎士盆飛倒地,後座乘客更滑行近20公尺 車客零件掉滿地,另一輛重機也很慘 直至猛撞中央橋墩,橫倒大馬路 雪華在清北中河景平路,9號晚間7點多 45歲蔡姓男子騎乘重機,經過入口時減速剎車 要讓救護車嫌過,後方紅牌重機 載著女友的張姓男子 速度太快,殺不住車,直接追撞上去 三人全都噴飛慘摔 三人全身多處差錯傷,立即送往醫院救治 蔡男吳兆駕駛部分,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引發 據了解吳兆的蔡姓男子,近期還跟朋友約好騎車去環島 這下不只行程泡湯,還得先去烤駕照 只是重機會亂撞,腳踏車也別亂騎 板橋四川路二段,單車阿姨鬼切過馬路,沒想到 遇到執行車反應不及,當場把阿姨撞倒在地 還好人爬起身後沒有大礙 不過網友PO文怒轟 阿姨這樣的騎法,不要出來駭人 這有黃天鑰城觀也是媒報道